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 你们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什么节日吗? 对了,就是中秋节 在台湾很特别的是 家家户户在这一天都会一起烤肉赏月 你们知道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吗? 在华人世界中有关于中秋节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嫦娥奔月 无缸乏贵 玉兔祷药的故事 那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 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也会过中秋节吗? 各国亦有哪些中秋节的习俗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下去吧! 嫦娥奔月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 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有一位叫做后裔的大力士 设下九个太阳 后裔从王母娘娘得到了可以长生不老的灵药 可是后裔东上王位后 性情越来越残暴 后裔的妻子 嫦娥 为了不让百姓受后裔长期的残暴统治 就偷偷把仙药吃了 化作仙女飞到月亮去 相传汉朝的吴刚 因为修仙道犯了过错 被师父处罚到月宫砍贵树 要把树砍倒后才能回来 这株桂树有神奇的愈合能力 砍下去竟然会自动愈合 即使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桂树仍然屹立不遥 吴刚只好无奈地在月宫前一直砍树 相传在月亮上有只兔子 在月亮上的广寒宫 终日拿着玉橱 陪着嫦娥倒药 并且看管着长生不老的仙丹 好,那听了这么多故事 我们也知道 华人世界有过中秋节的习俗 许多国家也过中秋节的传统 在越南 因为受到华人文化的影响 过中秋节时也会祭拜祖先 吃月饼赏月 在越南 中秋节也是儿童节哦 中秋节到处都会挂满美丽的花灯 小孩子也会提着灯笼去赏月 还有热闹的舞龙舞师庆祝表演 在越南 中秋节过得比新年还热闹 在韩国中秋节时 人们会去扫墓 祭祀祖先 他们也会回乡探亲 所以英文也把韩国的中秋节叫做 韩国感恩节 缅甸的中秋节成为光明节 在前一天 每户人家都会点满灯火 让整个缅甸成了不夜城 各地还会通宵放电影 演画剧 唱歌 跳舞 一整天都非常热闹 散发着浓浓的过节气氛 而日本过中秋节的习俗 来是一千多年前 从中国传到日本 日本人在赏月时 会吃月剑团子 而玉树倒药的故事 在日本也有个月亮上的兔子 是在倒马鼠的神话传说 到了泰国 就会把中秋节称作 祁月节 每年的八月十五夜 各家各户用甘蔗扎成拱门 中秋桌上供奉着 中国民间传说的八栋神仙 并摆满了寿桃月饼 还有象征团圆的柚子 马来西亚的华人 在中秋节时 要做三件事 赏月 吃月饼 提灯笼 游行队伍中的五龙五师 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